近日,青岛还发生了老虎女打人事件,引发社会舆论挖炎。 自后,全国退伍军人纷纷前往青岛声门受害者, 据捕9月3日青岛已实施戒严, 政府以戒严风露的形式试图阻知那些可能前往青岛的退伍军人。 而在此前的8月30日,也曾发生过一宗十分空洞的反抗事件, 两名中国女大学生组织了众多的陈姓吴广, 在农村发动了一场民间抗争。 在山西匡港区大马乡任宅村, 两名女大学生散发传单呼吁村民抵制不合理拆迁, 被村委会人员透压并且报警, 村民民信包围村委和警察一度发生冲突, 每日凌晨,警察被逼释放两名女生。 评论人士硬顺针针对以上两件事件, 在脸书站文写出, 前面一件事意味着, 一个局部,短暂,不起眼的社会事件, 又可能扬成全国范围的大事变。 而后一件事件意味着, 中国知识精英阶层, 开始寻求和底层功能大众建立同盟关系的路径。 多年以来, 中国民间的抗争都是分散地个别发生, 没有机会得到广泛社会响应, 各自为政, 而起而落, 有些被金钱摆平,和平散火, 有些被武力镇压, 消力于无形。 多年前,广东乌坑的农民抗争, 一度有声有息, 但可惜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 最终被政府摆平。 多年主持的三美市委书记郑硬豪, 是现今香港的中联办主任。 顶崇高表示, 一向以来,民间抗争起因多还经济利益, 牵涉的人数并不多, 事件规模有限, 中共多年维稳, 积累了一套处理社会危机的手段, 民有民造, 武有武造, 恶性事故都是短时间内处理, 不会使事态恶化扩大, 所谓维稳就是政府有控制局势的能力, 有钱有武器, 不怕少数百姓造反, 中国底层百姓对自己的处境认识肤浅, 他们反对贪官, 就相信称贯, 反对地方官, 却又相信重量, 他们的认识水平, 从来都没有达到质疑体制的那种高度, 因此凡事只问利益, 不问理念, 也是社会反抗运动不能发酵的基本原因, 而上面两个事件, 性质却开始发生变化, 退远军人遭到辱骂嘔打, 并不涉及金钱利益, 而是老虎女的狂妄凶恶, 踐踏了普遍的公义, 而他被轻易放过, 也显示了他背后的政治势力来头不少, 全国退伍军人为此而集结, 大连有二十一架大包满载退伍兵前往青岛声援, 他们不单止不会有任何经济利益, 甚至要指挥苦担交通食宿,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自己的同胞肚活攻动, 亦是规模相当大, 而且在扩大当中, 二是斗争目标指向老虎女背后的政商黑势力, 三是作为退伍军人, 他们比一般平民百姓更有底气, 政府对他们都要忌惮几分, 因退伍兵闹事存在重大隐患, 以至中共要专门成为一个退伍军人暴力处理, 四是退伍军人已经有个数次抗争事件, 但都是为了自身利益, 这次就涉及了政治诉求, 后果可大可小, 这件事如何收场, 还要继续观察, 经济斗争转发为政治斗争, 是足以动摇中共体制的一个深描头, 第二个事件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往常的民间抗争都是在工厂农村发生得多, 城市市民都有, 但大多发生起底层, 某个地方发生不公平事件, 涉及的利益方罪更圈阳, 正在示威, 有些甚至会下跪求情, 这些都是习惯性动作, 通常的情况是, 抗争的人自己去抗争, 未涉及利益损害的就就手旁观, 看他起事, 看他散伙,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从未发生过大学生主动走到农村, 去发动农民作集体抗争的事情, 本来农村拆迁和大学生没有利益交集, 他们犯不住去担一份风险, 以致影响自己的前途, 但今次, 两个女大学生就不辞劳苦, 不避风险, 直接走到底层, 参与和组织农民的抗争, 这些就是事件性质起了深刻变化的迹象, 中国知识精英的政治抗争由来已久, 由八九六四的大学生, 到一大批公共知识分子被打压, 到维权律师被团灭, 再到彭在舟的登高一夫, 八指运动的勇敢呼唤, 中国知识精英从未停止为自由民主的管御夫, 但在今为止, 知识精英的抗争和基层都是离行离辣, 颜旋钩认为, 基层民众的抗争呈现分散短期, 而起意落缺乏组织的特点, 工农大众对政治缺乏深刻认识, 他们的目光比较短短, 看不到中共体制的弊病 正是剥夺他们生存机会的底因, 在这种认识水平上的抗争, 永远不能够得到根本的解决, 知识分子在长处刻刻在他们的政治见识, 他们的思想、眼光、论述能力和组织能力, 都可以补充工农大众的不足, 工农人数众多, 知识精英有历史见识, 在双方互布之下, 抗争可以更大、更持久、更加深化, 这是未来值得我们留意的新动向。 以上两个事件都显示大陆反共浪潮, 正在走向一个新阶段, 政治的事始终离不开一个细子, 正邪是理念之争, 成败是力量对比, 胜负取决于力量对比的变化, 取决于世, 今日之势非适又可比, 看未来趋势的转发, 必须从这一类心描头去思考。 此外, 中共国近期又掀起一波小官举报大官, 下属举报上级的高潮, 甚至连习近平都被90后学生举报。 据社交媒体, 自己在国内支付网站贴出了举报习近平的贴纸, 举报信在内容里面罗列了疫情期间, 中共普遍被外界诟病的一些防疫措施, 包括疫情初期分解李文亮, 残酷动态清零政策和镇压白纸运动。 举报者说, 据悉, 黄苗生目前已经从中国大陆逃渡了加拿大, 海外媒体在采访她的时候, 她说, 自己除了在支付和微博贴出举报信外, 还在中纪委网站进行了10名举报, 她是受疫情封城期间, 新疆大火, 白纸革命中啟发, 举报过程中, 由于要躲避一些敏感时, 她做了很多技术上的努力, 最终全部成功显示。 不过, 她亦同时表示, 目前在微博和支付上面的举报信都已经被删除, 她自己的支付账号亦被封禁。 黄苗生在社交媒体上指外介绍写着, 90后学生, 10名举报习近平第一人, 推翻中共投票发起人, 反对中共, 支持言论自由, 支持保护人权, 中共不等于中国人, 揭露中共的本质, 令广大中国人民看清世界的真相。 接下来再看看其他的举报事件, 9月6日, 一位名叫周广卫的火箭军退役事官, 首持退役症, 在拍摄的10名举报视频里面披露, 火箭军原副司令李军的弟弟李宏, 通过他的妻子郑某, 操控一间公司承接火箭军和其他部队的生意, 大事联财。 举报人表示, 他可以提供李宏夫妇控制的公司, 对他所在部队的收款凭证, 合计金额696万人民币。 举报人称, 李宏本人在火箭军内部涉及买官, 包括直招入部队, 幹部调动升迁等, 自己所掌握的证据包括, 李宏收取6万元进行战事跨兵种调动, 怀规参加军考, 5万元打给李宏的老婆谢某, 1万元当面送给李宏, 李宏直接指挥基层军官为自己办事, 自许手段高明, 借人家的势而不用人家的力。 火箭军这个习近平亲自成立的军种, 至去年20年, 亲信高层因腐败被捉的将领众多, 其中包括最早的三任火箭军司令, 艾凤和, 周雅玲, 同李玉超, 此外还有火箭军装备部前部长, 李宏等人被自杀被失踪的人物持多达数十人, 周广卫的举报若是真的, 表明火箭军的乱象、乱局仍在进行, 但有时政观察人士担忧, 中共大概率会以造业, 乌陷等罪名处理举报者, 而被举报者安然无恙。 近日, 一名女子手持身份证在网络10名举报, 重庆文政局副厅级幹部, 周思荣贪腐, 藏匿父母名下的财产高达十几个亿, 还利用职权帮助老公韩明宣办理解决证, 假身份证和逃避法律责任。 个女子表示, 自己已经在2023年11月20日, 向中共重庆市纪委10名举报过, 当时周只是一个柱级幹部, 举报女子说, 我举报之后, 在纪委等领导的包庇下, 他不单止没有被处理, 反而还提升为副厅级。 周思荣背后要有多大的势力和靠山, 导致我多次举报上访无果, 希望得到中纪委和上级组织的重视, 给我们老百姓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 9月4日, 浙江省台州市原政法委书记林毅, 10名举报浙江省纪委监测委干部, 叶浙、张金等人滥弄职权, 通过变相的形象逼供、 威胁以及提供子供、 有供等等的非法手段, 逼他承认收受贵罗4,900多万元, 林毅在举报中指控说, 他们威胁我要捉我几个亲人, 并且告诉我一旦捉了就没有回头路了。 我十分担心我的亲人受到牵连, 我的精神到了非常痛苦的阶段和状态, 没办法, 只好用他们提供给我的答案, 承认收受贵罗。 除了纯述林毅公开举报之外, 近期各地政法系统官员 上网哭冤的事件不断出现, 其中包括吉林、辽宁、福建、 重庆等省市的法院院长、 法官、检察官、警察, 先后在网上举报 中共政法系统内部的违法、 腐败问题。 此外, 还有不少中共各级纪委、 司法局、税务局、 市场监管系统的官员 10名举报本单位领导 以权谋私、 诗诗枉法等问题陈出不穷。 外界认为, 中共的邪恶制造成道德崩坏、 人心思变、 正信无存, 社会已经无出路, 维持不了台湾了。 共产党的独裁政权 正在面临即将崩溃的局面。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请你记得点赞、订阅、留言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多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